第二點就是這個可行性的研究的這個要點 第一個是延期的那個範圍還有評估的年期 這個案子我們目前是定義是在民生系指線延伸到七堵百幅社區 它的研究範圍包括台北市、新北市還有基隆市 那規劃的範圍包括台北市的松山、信義還有內湖、南港 那另外還有新北市的系指還有本市的七堵區 那它規劃範圍至少包括有路線、廠站還有機場的一公里的範圍 那另外土地發展的規劃範圍就要以各廠站為原型 至少半間要五百公尺作為範圍 那因為捷運從那個規劃設計到施工所需的那個時程比較長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的目標年是定為民國130年 那並以民國120年為中間年期作為計畫的分析的依據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是我們是參照目前相關的捷運系統的經驗 那以現在的那個淡海輕軌為例它是81年通過 那預計現在在興建預計是108年 也就是說它是27年才整個完工 那台中的話捷運是更早 那它是80年初去進行規劃 那它現在在施工預計也要到2018年 那11月才完工 所以整個捷運來講的話 它整個年期幾乎是超過25年到30年的年期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預估 那第二個是這個規劃案的工作項目 那這個是在大眾捷運法裡面相關的已經有法定了 所以它相關的規劃的工作項目包括有交通還有運輸 運量的分析還有預測 那第二個是運輸需求的預測分析 第三是工程標準技術還有營運的可行性研究 第四是環境影響說明 因為這個案子做完可行性評估以後 它就要進入要環評 環評過了以後才送中文規劃 所以這個環境影響的說明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五的話是路線還有場站的規劃可行性的這個評估分析 第六是場站周邊土地開發規劃及初步的評估分析 第七是財經效益及財務規劃 第八是民眾相關的意見 第九是替選方案的分析還有評估 那第十是公共運輸系統整合初步的規劃 第十一是風險分析專章 第十二是預期效益及影響分析 那第三個就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辦理的狀況 那我們之前是有跟台北新北都已經開過相關的會議 那也針對相關的經費執行分擔也已經開過會了 那不足的部分的話就是除了交通部補助以外 那我們是依照里程數去跟新北市去分擔這個費用 那第三個是辦理採購執行的說明 進度的說明 那這個案子在去年八月三號我們召開延商的會議 那我們跟台北市捷運局確定這個相關的辦理的採購文件 還有確定經費來源後 在十月二十九號召開這個評選會議 那在十一月十七還有二十七號 那第一個是書審第二個是開標 那因為沒有廠商投標然後流標 那在一百零四年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號 就是流標以後 那台北市捷運局邀集的相關的單位進行協商 檢討沒有廠商來投標的這個原因 然後另外重新檢視了招標文件 那招標的文件它針對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 這個部分它先把它刪減 就是認為這個工作項目太大 那會影響投標廠商的意願 它也私底下詢問了相關的公務公司 那另外在今年的三月二十九號 確定我們這個案子台北、新北 那新北還有基隆的經費預算通過以後 重新啟動這個案子 那在四月十一號公告上網 那四月二十六號截止投標 那這一次也是一樣沒有廠商來投標 那導致第二度的流標 那後續將會在台北市捷運局 也會再召開新北市還有基隆市 召開相關的延商會議來修改這個招標的文件 然後順利推動這個案子 那在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推估兩次流標的原因 有可能是近期因為國家財政比較困難 所以交通部在審查這個相關的案子 照正常程序是可行性研究完了以後送環評 再通過以後再送整體規劃 但是在交通部審查的時候 在可行性研究 就已經幾乎把後面的綜合規劃的意見 就已經審進去了 所以對廠商來講 它的工作內容就大幅增加 所以國內的顧問公司幾乎都沒有參與 都不願意參與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後續會配合台北市捷運局 來進行延商相關的招標文件的檢討 以上 好 我們議員同仁 我們張口黑張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大家早 我知道啊 那個有關本案啊 那個 李處長 你是很想要做事情 不過啊 這個報告內容啊 趨於啊 形勢啊 空洞啊 就像你在 形勢裡一樣啊 在整個行程 報告 整個做法 問題是說 捷運我們要報告的 你應該啊 融合啊 所有的事務相關單位 包括研考處 你也有責任要會者 為什麼 捷運啊 不是空拍無頻的 直接就開進來我們基隆市啊 我們是要等著啊 我們做得怎麼樣 準備得怎麼樣 結果很遺憾的 你報告內容啊 都在報告 工作日子一樣 我們基隆市呢 準備的情形怎麼樣 卻沒有看到你們報告 幾例 捷運經過的 你是不是有任何產值 等一下捷運公司才會來啊 這個捷運啊 相信本會的也談了很久 本席是 雖然說 不是很資淺 但是也不會很資深 至少91年的時候 開始講 講到這樣 之前還有很多的協長 前輩 也講 問題是說 我們基隆市 準備得怎麼樣 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說我也建議啊 那議長啊 在裁決的時候 也有未來的報告內容啊 應該要聽聽我們各級處啊 準備得怎麼樣 幾例 我想 都阿處 你責的也很重大啊 你周遭的 捷運會經過的 你那些土地 你規劃的怎麼樣 進度的怎麼樣 你要向本會報告啊 地震處 你也不是閒閒無視啊 在那邊放來放棄啊 對不對 你要報告你的土地的重劃情形嘛 準備得怎麼樣 還有 我們萊虎兄 你的工商客 你的招商情形 準備引進廠商 怎麼來規劃 配合都阿處 你一系列的 你們又有報告啊 不是說這幾夜 兩夜又把它結束掉 基隆市還有救了 結運才會來嗎 我們基隆市準備得怎麼樣啊 看不到你們的報告 還有 我們民政處 你是不是考量 在本期 1941年的時候 就建議洗錢市長 引故洗錢市長 當初營區就把它牽走 影響到整體發展 我今天人是最支持盡視啊 問題是三個 裝 布 砲 通通到那邊 一個隱密戶都沒有 你應該牽到 比較有隱密的地方吧 人家要Google一鎖定 就把你炸掉了 你還作戰啊 所以當初啊 本期也很遺憾 因為 已故洗錢市長 跟那個金方 關係都很好 直接土地就給他了啊 你可以調錄影帶啊 當初發的連水電 連銀區的整件 總共五億 那未來的產值啊 那幾百億啊 你再給他五億牽走 也是 金方還是很高興啊 所以大家就在那邊談 捷運會來嗎 當初我也建議你們到土城去考察 人家捷運會怎麼會去 捷運啊 土城有三大集團在那邊啊 鴻海 鎮威 大壩 每天就進進出出很多人 我們那邊空空蕩蕩的誰來啊 所以說啊 本期啊 市長啊 本期期待很深啊 希望大家啊 愛之心啊 責之切啊 所以說希望啊 你們好把家把勁啊 不是在責怪你們 你們方向要搞清楚啊 不是每天就要報告他們 捷運公司 準備台北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基隆市準備得怎麼樣啊 沒有看到你啊 自自不提 你說還有成就嗎 所以說我是希望啊 下一次你們報告啊 你們啊 各局處啊 好好認真一下 自己要做什麼 不要講一動做一動 抽一動 鞭策一下 你們講一下 那基隆還有希望嗎 所以說以忠心堂 建議我們相關單位 也建議我們啊 我們監督單位 該拿出我們的魄力出來 也要好好的監督 不要草草摔摔摔的 這樣報告就應無了事 好 以上我們議員還有沒有 我們請真請允 謝謝啊 關於這個捷運報告 我們今天看這個報告才知道 我們基隆未來檢疫還將近還有 25年到30年的期限 才會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所以在這個期限裡面 我相信我們基隆跟台北 新北之間的這個 公共大眾運輸系統啊 其實已經難以期待 那當下 當應該我們以究竟的 我們的其他公共運輸來替代 在整個報告裡面看到是一些 相關的規劃案的工作項目 這裡面當然包括了我們基隆的 未來的一個周邊土地的分析 以及其利用 以及其他產生的價值 所以說在這個報告裡面我想 案子沒有標出去 絕對是沒有辦法呈現在我們基隆市 所有市民眼前啦 我們基隆市政府也不知道 如何再去走到下一步去往下走 所以說這整個計畫還是有必須 賴於 他這個招標完產委託委外廠商 做一個1到12項的整個 所謂的工作項目的分析報告和規劃 那在這邊本期再一個建議 既然檢疫 是還有20多年的時間的期待 那我想基隆市的邊緣化問題 我們不能坐視不顧 所以本期在這邊有一個另類的建議 是不是要求我們的高鐵 能夠延伸到我們基隆來 因為其實我們基隆很多人都是外地 而去工作求職的 時常要去到台北轉運車 那假設今天高鐵能到基隆 也許我們基隆就不會邊緣化 那很多的相關的產產企業者 就有新的目標新的方向來探討 所以說本期是很突破新的一個建議 也希望我們交理處 能朝我們另外一個方向 要求我們未來的更遠見的 一個所謂交通運輸虛牛 假設能到基隆來的話 我們基隆就不會邊緣化 我想我們其他的新興產業 以及其他的產產 就有計畫到基隆來 我想說我們應該有另外一個思考的思維跟邏輯 這本期的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楊時辰楊議員 然後莊景田議員請做準備 剛才我們張議員呢 一直在講洗錢市長 我還不知道哪個是洗錢市長 原來是洗錢市長 這個我看你裡面的報告是130年 預計 130年你這樣推的話 我大概有80歲才能做到基隆市的結業 這種停估方式 在未來交通怎麼樣的發展都不得而知 我們看到先進的國家更快速的運輸方式 都已經慢慢在研發產生 所以我認為說你再估計 這個130年以後的捷運呢 是不是合乎當時的使用 你也是要評估啦 要評估 目前以我們基隆來講 他的交通動線呢 是以推的 推這種捷運公車是最好的 你省掉了很多的路線的評估 跟開發 還有拆遷 道路的取得 你都省掉很多 你應用了現有的道路 甚至於高速公路 你都可以開發出來 開發出來捷運公車的 對我們限時的問題呢 會平衡而緊 那在於呢 這個鐵路呢 如何做到更便利 如何做到更便利 會比你在捷運下的功夫呢 會更好 如果我們基隆市 就這麼一塊的土地裡面呢 充滿了交通動線 在土地的取得困難之下 你要推動呢 你勢必要做一番很大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在這個捷運的檢討的時候 你也能夠一併 把我們所有的交通動線列入評估 如此次只有在評估捷運方面 鐵路方面的資源跟這個客運 國公號這個交通運輸的大眾運輸 你如何去結合 在目前能夠解決是最好的方案 如果說目前的事情你不解決的話 光仰奈將來103年的話 勢必會造成跟我們基隆市的落後的狀況 會持續著 如何改變目前的交通狀況 能夠更快速的 但是總說一句話 我們基隆市就是衰退 所以我們就必須到台北市工作 我們台灣因為衰退 所以我們年輕人都往外地 外國跑了 這個現象已經在產生了 如果說基隆市呢 不能夠再振興我們的產業 或是開發更新的產業出來 我們還是要到其他縣市去工作 如果你有辦法在我們基隆市能夠翻轉 勢必的這些交通問題 都不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只是因為我們太多人都必須要到台北市工作 到台北、新北市工作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更多的交通縫線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以日本的辦法 你還是要改善我們目前基隆市的產業 振興基隆市的產業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楊誠 寶哥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莊景田莊議員陳東財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林市長捷運報告 排在第一岸 因為每個會期都有在談 那今天看到交理書的報告 我想市長你應該最準確宣佈 捷運我們不會去努力 這跟早上的流氧產隧道其實一樣 不可能 而且你上升以來一直在城市快捷工作 一直在推動 就是要取代這個捷運 那捷運如果照這樣 捷運是台北捷運局在辦 中央也明確表示 不是你市政府在管的 就是交給中央 那中央捷運局到目前 規劃報告都沒有辦法承行 怕不下去 既然怕不下去 這股案新政策沒有辦法推動 不如叫市長你就宣布 我們趕快把城市這個快捷公車 每一區都來推動 可能會比這個捷運更快 所以本事是感覺 如果白第一案 每次都來捷運這些東西 中央又沒有中央 尤其是中央是民生細紙線 你愛的是難感線 也不是你的目標 所以本事就是說 如果這一個案 每次都放在第一案 又沒有什麼結果 浪費時間 也浪費我們的心意 是不是明確 到底捷運是不會來 你總長期一百二十年 一百三十年 這麼久的時間要去談 規劃報告就沒有辦法承行 所以這點應該是市長 你要很明確 中央如果不當時 我們沒關係 我們走你的路 我們要走城市快捷公車 可能的替代會比較快 這是本事的建議 好 我們謝謝專員 莊議員 我們現在請 陳東財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其實這個案子 看一下這個案子 當然還沒有招標 沒有標出去 當然這個要等招標之後 才能夠明確 這個時候向著這個規劃方向 才能夠出來 我覺得一定的 那麼我想這樣子 市長上任之後 也一直在推動這個快捷公車 快捷公車 那麼我們幸運區這一條 2088 真的有一種效益 從這個 八樓子 然後往群東街 到新一區來 新一區又走這個 新一路 鬼城走人一路 包括仁愛區 中正區 外面的 這些市區的民眾都能做到 我們最後一站 是在那個 東岸 東岸 東岸停車場旁邊 這個 中南區的民眾 也跑來這邊 這邊坐 我這樣 這樣子觀察一陣子 這個 2088的 這個 快捷公車 然後是禮拜六 禮拜天 就是班班課 幾乎啦 幾乎是這樣 當然是 禮拜一跟禮拜五 是上班時間 人事當然也是課 班班課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市政府 應該 中山區 其他的區 像安樂區 現在也有快捷公車在跑 軟軟區 一定在8月份 就要這個 上路了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市政府 應該往這個 快捷公車這個方向 先去做 那麼 台鐵 其實台鐵捷運化 台鐵捷運化 台鐵也是在做 但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他的想法 都是有一點 有一點落差 為什麼落差呢 他們認為說 我從基隆 假設我是要到西部幹線去 我從基隆做火車 然後到基礎轉站 在轉運 他感覺說 基隆人的這個 身份都被扁了 就感覺說 啊我 去到七度 又搬車 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這個觀念也是錯誤 像我們去日本 從那個 北亞都要過來東京 必須要轉 四種車子 你知道嗎 到東京啊 東京的這個 要轉這個 這個熱壓線轉了四站的測試 才能轉到東京 東京 所以 所以我們的民眾 有些觀念也是 有點 有點錯誤 所以我是說 建議我們市政府 快捷公車 趕快把中山區這條線 能夠把它訂出來 讓我們民眾去台北 若是台北要來基隆 更方便 那麼這個捷運當然是要 還要持續去對動 這個我們希望市政府 這邊能夠交換假物法 這個案子 能夠趕快把它飄出去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農財 陳議員 我們想請蘇仁和蘇議員發言 議長 謝謝 我想 捷運延伸到我們基隆市 那這一條我們是在說 捷運延伸 細紙延伸到我們七肚區的百屋社區 這個整個案子這樣子 那麼我們通過的 那麼也是 由細紙 捷運到細紙之後延伸到百屋社區 這個名字叫什麼 叫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 那麼我們經過多次的努力之後 那麼我想現在 已經流標兩三次 那這是我們應該委託 台北市捷運局來幫我們做可行性評估 那可行性評估 就是因為民生細紙線 有經過一些台北市 經過新北市 然後到我們基隆市 所以 不足之數 規劃 可行性評估 不足的經驗 那麼經過他們 台北市捷運局評估之後 認為說 還要多加150萬 變成650萬 是不是這樣 多加之後 我們追加的地方 三個縣市來分擔之後 我想我們的經位 已經通過了 在我們基隆市這部分 所以他們已經開始在運作 我們委託台北市 的捷運局來幫我們做可行性評估 那就是應該要由他們認為說 民生細紙線 將來歐好 南港好 因為為大家開始 到實際 到我們基隆 到我們基隆 去哪裡 百合想物 就要來做可行性評估 應該是要這樣才可以 但是我們看一看 他不是這個樣子啊 他是居然把說規劃的範圍 包括台北市松山區 包括台北市的信譽區 包括台北市的內湖區 南港區 還有包括新北市的汐止區 還有我們基隆市 到百合想物 只有這樣 結果他把整個台北市 包括松山信譽 南港內湖 奇怪 還要包括 的路線 範圍規劃的路線 包括路線車站 機場 一公里範圍 相關土地的發展的規劃 那麼以各場站為原型 至少半徑500公尺 來作為這個 相關土地的發展的規劃範圍 這樣就要這樣 難怪你沒有辦法 你台北市捷運 他這樣 以他們為中心 以他們台北市為主的一中心 我們拜託以來 規劃我們 汐止到 我們七土七的百合社區 的可行性評估 這樣而已 後來至於說 汐止當然還要好幾千萬 甚至於好幾億也不一定 這樣做一下 結果他 讓他 叫他們幫我們 幫我們委託可行性評估 結果他都去規劃 可行性評估 被遭遇的 遭遇的 人們跟上山姓儀 什麼來賀儀 所以要留這件事喔 有這個事情嗎 可以這樣嗎 你難怪他當然會 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也是會流標啊 所以整個報告裡面 就只有第二頁裡面的 第四小項 跟第五小項 你說得最準 其他的我想 我們各位同仁都知道 從103年 104年 105年 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要叫他來評估 我們 汐止民生 汐止線 十四 跟我們七土百合社區 這樣而已 其他包括他要 他要為來喔 或是為來喔 十四 就是九百合社區 這樣而已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李廚長 你必須要在最後的這幾個月 因為你的保留款 只有到105年 12月31日為止 你如果再一次公告 再流標 再一次再公告 然後流標之後 你們還要再跟台北市 跟新北市 然後再來商量 為什麼會流標 那流標的原因在哪裡 然後這個時辰 跑完之後 我想105年已經過去了 那麼650萬 還是500萬 人家交通部 要把它收回去 問題要求在這邊 我想我們在這邊 我們都 為什麼要把這個案子 列為每一次的報告 事項裡面的第一案 也就是說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非常非常的期待 這條捷運線 最起碼先到我們七堵區的百湖站 那麼 六百中 雞湖市到百合社區 價格到百湖市到百湖市 到百湖市 我想往後 要到基隆的各個區 通過的哪個區 我想就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所以在這邊建議 我們李康理處長 你必須要積極 那麼 去跟台北市講 是不是他們花包規劃 這個可欠性評估 那麼在招標裡面 他把這些事情 討亂掉 討亂掉 我想你必須要在這一段事情 多用點心思下去 好 我們有想要有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捷運到基隆 這個案子 已經每年都在談 每個會期都在談 這個可以說是全 基隆市民的一個 一個希望 因為在每一次基隆市的重大選舉 都是很主要一個 一個政見的攻防的焦點 幾乎都有捷運的問題 自從陳水扁總統 一直到馬英九總統 一直到現在 已經很久了 但是呢 我看這個報告說 還要等到什麼 定為民國一百十十年 這個目標年 我看這個對市民 不是很好交代 不是很好交代 但是陳儒 剛剛我們書議員所講的 最少你先到七度 讓捷運進入的 基隆的領域裡面 再做其他的發展 我想很多這個政治人物啊 你去講 斟酌大會的人啊 對基隆的捷運啊 沒有人說NO 但是也沒有人勇敢的說YES 都在模糊地帶 躲躲散散 講得最清楚就是陳水扁總統 對不對 但是成規也不隨啊 沒有辦法 後來蠻久是用來應付的 選舉的時候說說的啊 一直舉手啊 舉這個誰的手 舉誰的手 一直都做保證啊 現場也回到黑身 結果 也是玩假的啦 我認為說啦 我也希望我們市長跟我們事務團隊啊 又去交理出來啊 對這個案子啊 你要不願期回來每次都講 你一直吵 吵到現在我們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的各部位 不做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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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給他用很客觀的給他觀察啊 我是希望呢 我們各這個 市長啊 在基隆市的這個在地產業啊 應該是好好的規劃啦 好好的規劃 假如說 今天基隆 有一個大財團 要來投資三千億五千億的話 要來談決運就很快啦 倒是好像有種感覺 決運永遠跟著財團在走 最明顯就是台北到桃園這一段 這一段 已經是秒不拉死的地方了 我們隔人市的經濟 穿穿滾的時候 那天晚上七點就聽到到八點了 沒人啦 沒人啦 那你這個二三四年來 財團不斷的往 往這個 這個台北到桃園 洞進這個區塊開發呢 決運就是快馬加鞭 就迎合財團走 所以我是認為說 如果呢 我們能可以基隆 能夠發展產業 吸引財團來的話 再來跟中央談 他們可能會比較積極 也會比較認真跟你談 也會比較認真的跟你談 當然呢 你說台北到桃園之間的 捷運的發展這麼快速 讓沿線在短時間 大翻轉 可能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因為台灣有機場 台灣有機場 要連接首都跟機場之間 的一些快捷運輸 跟代狀的發展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台北到基隆也有一個 台灣最重要的港口是基隆港 也不能忘記匪伯啊 也不能忘記匪伯啊 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要發展這個 基隆這個 這個 郵輪產業 把基隆變成一個郵輪母鎬 有很多很多很多 的計畫 我想接應這個指標啦 我也希望說呢 市長呢 跟現在是民進黨在執政 我們都沒有理由可以推脫 我們只有權力以赴啦 不過什麼理由同學說 我們就權力以赴啦 在這段期間呢 這個像我們基隆 就算說你不能完全單純的 用這種營運績效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這個成本的考量 績效的考量 來決定要不要幹 我們應該把它拉高 這是一個大眾的 城市與城市之間的 快捷運輸系統 就算政府補助 政府補貼 你還是要做啊 就像我們基隆的公車 基隆的公車 虧損了多久了 當然今天有些營運的一些人謀不張 但是你市政府還是支持的啊 年年虧也是支持啊 議會年年罵也是支持啊 包括市立醫院在內 年年虧也是支持啊 換誰來都沒有用啦 結果不改變 換誰來都沒有用 所以說我是希望呢 我們在積極向這個中央 爭取支持這個捷運線 那個捷運到基隆 要快馬加鞭 來重視這個計畫以外呢 同時呢 我們要很積極的 來發展我們的地方產業 所以說以上呢 是本席呢 向市長呢 做這個最真誠的建議啦 希望 把基隆人的共同願望呢 看執政者重不重視 就在此一舉啦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郵長也好 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請南敏黃 南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 我想我們都非常關心喔 基隆人不能爭取到捷運 好 我這邊喔 先 整理一些資料喔 所謂知己知彼啊 才能百戰百勝喔 請林市長會注意聽 那個 我們先了解台北市的進度 再來檢討 我們自己的 進度 那 申請捷運啊 大概就是 先可行性評估 再來就是綜合規劃 環評都市設計再發包 那台北民生汐止縣啊 100年就已經完成可行性評估了 喔 那 103年10月 當時的好市長跟朱立倫新北市長 已經 決定啦 分段施工 因為 民生汐止縣分兩段嘛 市長你應該很清楚 喔 那第一階段 就是 這個大同路與新台五線這個部分 當時在103年啦 兩位市長已經先行宣布動工了 那麼 104年 柯文哲當選之後 他有意見了 他希望啊 一次動工不要分兩次動工 也因為這樣子 整個內屋線啊 被迫要延長 目前最快要114年 所以一個公共政策非常重要 重大的政策要延續啊 千萬不要換人換黨啊 就推翻前朝的政治 這個是我們要 引以為戒 這個也是我要提出來 給市長先了解 好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自己 申請捷運的過程 一百年交通部啊 就給我們五百萬啊 要我們做可行性評估啦 張市長也執行了一期 結果呢 到了101年 市議會啊 凍結這五百萬的經費 理由就是希望說 你行政院要很清楚的 幹什麼 你要核定 你確定要 要做這個民生 市議身延伸到基隆 我們要求行政院啊 行這個我們給基隆市政府 所以凍結了這個規劃會 也讓整個規劃會啊 沒有辦法再上一屆來完成 這是很可惜的 好 林市長商量之後 二月 我們同一節編啊 也順利 得到 台北市新北市的支持 由台北捷運局來規劃 那目前台北捷運局的規劃 目標計劃也是民國一百三十年 民國一百三十年 民國一百三十年我是很不滿意的 為什麼 我們可能都沒有當議員 市長也不可能當市長到一百三十年啊 對不對 好 那言歸正傳 最新狀況就是什麼 讓我們很失望啊 林市長 台北我們期待台北捷運局幫我們規劃 結果留標三次 好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啊 從你的報告我非常的失望 也證明啊 林市長 我們現在的市府團隊啊 跟過去一樣 不用工 你做這樣的報告 我非常不滿意 你有說跟他不說 留標三次 你們不緊張嗎 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檢討為什麼留標啊 林市長 公務處 民事長 你們有去收購嗎 為什麼台北捷運局 會留標三次 照你說這條件這麼好啊 為什麼 目標也是民國一百三十年耶 一個捷運 正常的規劃是九年耶 這個計劃將近有十五年耶 這麼好的條件 怎麼會沒有人要來規劃投資呢 好 回過頭來 我把我的看法提出來給你們做建議啊 第一個 留標的原因 第一個 單純的原因 就是什麼 這條錢不賺錢啊 因為我們人口太少了 兩步去這一段 這是事實 可是 有沒有辦法解套 有喔 要靠市長你的智慧 這條捷運啊 要成功 不是只蓋這條線而已 而是要 帶動整個沿線 周邊土地的開發 對國家 對一個城市 才有價值 所以說 我要提醒市長 為什麼留標 我認為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市長能力不足 過去 人家都跟我們講得很清楚啊 省紀事也跟我們講得很清楚啊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解套 基隆市有辦法解套 你就是要有遠見有魄力 去把沿線廠商周遭的土地啊 趕快提出市政府的規劃 你要擴大都市更新 你才能夠招商成功嘛 如果廠商 他認為 不會賺錢 他怎麼會去投資呢 這一定是MOT的啊 所以我覺得市長 你要快 跟雙北市 尤其台北捷運去溝通 這條線 將來周邊的土地 我市政府負責都市更新 我可以提供怎麼樣優惠條件 讓廠商 可以來這邊蓋商場 可以來蓋住宅 最好把你的社會住宅的證件納進去 市長 在你選機的時候 你也跟柯文哲一氣柯成啊 要撒社會住宅啊 捷運沿線 就是最好的你蓋社會住宅的機會嘛 最好是什麼 蓋青年住宅 年輕人為你拔你吧 隔人市人口不才會錢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有這些都市更新的計畫 你提出來有這個誘因 廠商才會來投資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三次留標的原因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跟政治因素有關啊 除了這個以外 市長 還要拜託你一件事情 去跟柯文哲溝通一下 不要再亂搞啊 他就是你的借鏡 你看看他上天到現在 多讓台北市長 多讓台北市民失望 一個大巨蛋搞成這個樣子 最重要的我要提醒你 你看看 台北市有兩個很好很成功的捷運 公共案 美和市跟什麼 福州合理市長 結果柯市長啊 去修理人家 把人家打成奸商 誰敢來投資啊 基隆市千萬不要犯這個錯誤 我想已經留標三次啊 規劃權也不在我們基隆市政府 但是 齊勉市長 你要比他們 柯文哲啊 絕對沒有關係 說你這次做的行做不行 你真的沒有關係嘛 可是基隆市啊 我們要自己緊張啊 要主動積極去跟他溝通 請市長 提出一個場站周遭 捷運沿線的都市更新計畫 去跟他們談 把他們納入招標的要件 我相信啊 可以有效啊 來 吸引廠商來投資 以上兩點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 我們 莊榮清莊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對於捷運延伸到基隆 我想從2000年 談到2016年 我想2000年到2008年 我想是民進黨執政 也騙了基隆 騙了八年 2016 2012到2016 而2008到2016 國民黨也騙了基隆 我想在捷運延伸到基隆的這種 政見支票 在總統大選的政見支票 都沒有兌現 所以民進黨 國民黨 對基隆 我想都有責任 所以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中央地方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我想在這邊 我們希望說 站在基隆整個未來的發展 我想林市長應該積極的 向中央來反應 我想不是只有 我們跟台北捷運局跟新北 我想問題是在交通部 問題是在行政院 只要他們同意 只要他們願意 我想捷運延伸到基隆 是指日可待 我時常提到 這個淡水線 台北到淡水 本來淡水鎮 人口只有五萬多個人 他就可以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捷運延伸到淡水 目前淡水十五萬 六千多個人 表示說 因為捷運延伸到淡水 增加了淡水的人口 有十萬人之多 有十萬人之多 所以在這邊 我希望說 我們基隆市政府 還是要距離地爭 向那個中央來爭取 捷運延伸到基隆 能夠來定來 我想北北基 本來就是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這政府有責任有義務 讓民眾能夠以很方便的 以很方便的這種大眾運輸系統 到達他的 需要到達的這個目的地 所以說 這個捷運延伸到基隆 我想希望說在 林市長這個任內 能夠獲得我們中央交通部 行政院的這個認同 能夠定案 以上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我們張總會 那個莊景田莊議員 我們楊秀玉議員 然後張總會議員 請做準備 楊秀玉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本席是建議林市府 團隊是不是要實踐這個 這個選舉這個支票 是不是將這個蔡總統 這一股東風 吹向這個基隆的市政 針對我們這個捷運 這個民生線 這個延伸至基隆 這個議案 選舉支票一定要兌現 進程目標是 要先這個延伸到七堵 再結合共購七堵的這個轉運站 兩鐵共購 台鐵及捷運共購 再結合我們這個試工車轉運站 這個藍圖要先實現 方可這個改善我們這個基隆的 通勤組智庫 謝謝 好 我們張可惠張議員 謝謝主席 張可惠第二次發言 我想啊 針對本案啊 我想要聽聽啊 我們市長 因為5月20 已經完全執政 那市長你對於我們捷運 當初啊 我們也談了很久 就是因為這一張啊 市長 這張啊 沒有信守承諾 我離開國民黨已經快五六年了 所以在這時候啊 我看啊 這個都是我們 基隆市民啊 所關心的捷運延伸至基隆 那市長 我不曉得你在 未來的全國的首長會報啊 市長啊 你是不是要問問我們的蔡總統 對於我們捷運延伸至基隆案啊 是不是要全力的支持 假設 當然啦 支持的話當然我們本會的同仁也是 當然都全力的來支持你啊 繼續來 討好我們全 這個捷運延伸至基隆案 這個要說明清楚 也是要很堅決的 是不是繼續要推 多次不推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也要尋求我們本會的同仁來支持你 因為我們也不要去閃避這個問題啊 因為時常啊 我們本會的同仁也說的 我說實在還沒做阿公啊 現在做阿公啊 也還在說啊 老闆也有機會啊 你說要百幾年 可能要做阿做啊 對不對 我三四十年啊 差不多啊 所以說這一點啊 我們不要 不要去避開這個歷史的責任 所以說我請我們議長啊 等一下是不是請市長 要很堅決的 是不是捷運 一定要堅持的繼續推 當然啦 我們本會的同仁會 全力來支持阿 也就是基隆市所期待的阿 好 我們現在請陳揚山陳議員 謝謝議長啊 我想有關於捷運 延伸到我們基隆 是我們基隆市民所期待很久的 我們也希望基隆的未來發展 以及我們的整個觀光也好 我們的這個這個這個 能夠成為我們台北市的一個後發炎 我們都是非常期盼捷運 能夠到達我們的基隆 但是我們看到 中央無心啊 我們地方政府也無能啊 為什麼中央無心 其實它已經用鐵路山軌來鐵路捷運化 然後又這些R86R87R88等等的公車 以及快捷公車的一個替代方案 所以它根本啊 無心來協助我們 來推動我們來捷運這項工程 那你看看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這麼大的一個開發案 它只 給我們呢 391萬的一個補助 讓我們來規劃設計 試問 我們這麼少的一個經費 加上我們自己的 總共才只有650萬 那麼要來 評估規劃這個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我想這是主要流標的原因 這麼少的請教 做這麼大 這麼多的工程 那下面來標 補炭機下面來標 那麼 所以說 我們希望說 我們 市政府這邊 應該再向我們 交通部這邊 我們行政院交通部這邊 再來多爭取一些經費 多爭取一些經費 那我們剛才我們蘇議員 蘇任何議員也講到 整個規劃搞成這麼一個複雜 新義期 什麼內湖期 南港期 新北市棋子期 變成這麼一個複雜的一個案子 而且 我們還評估的目標 預計的目標 是130年 130年 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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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再來 包括我再來 可能我們在座很多都骨頭打鼓 對 這個案件推動和設計費 要這麼久 你看你這個法包的工程 流標這麼的多次 這麼的多次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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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案子 你就流標這麼多次 你的後面的結議 還說後續還要 還請北捷跟新北市再來研討 那還不是又回到原點 還不是又回到原點 肯定開始 所以說 我覺得我們地方政府真的也無能 中央政府無心 所以說 現在跟目前為止 我們說十幾年 也定義是一個 一個旁邊的那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理想的那個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 這個 這個 這個市長 跟我們的交理處 公務處這邊 我們能夠有更積極的作為 更積極的一個進展 能夠二十五年 更快的一個速度 讓我們市民知道 到底做與不做 要做還不可以做 這樣才會有一個交代 我一想起到市政府來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陳亮山 陳議員法規議員 我們現在請 韓良起韓議員 謝謝議長 一個扁一個馬 就是騙 既然騙那麼久 乾脆一點 我們把比做更大 我們爭取高鐵到基隆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詩世民市議員 洪森永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 其實我很早就舉手了 但是議長都沒有看到 那個 我想 捷運 延伸到基隆 從 前三任的市長 李前市長 一直到許前市長 一直到張前市長 總共前前後後 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花在 這個捷運延伸到基隆的這些設計工程 規劃會 大概前前後後也花了五六千萬以上 包括 我們上一屆還提出了一個 市政府還提出一個八千五百萬的一個預算 經過議會 那個 那個啊 付了一個彈書 我們的彈書就是說 你一定要拿到 交通部的啊 核整公文 核整函 我們啊 才來啊 這個經費 讓他通過 前前後後啊 這些規劃案 這些設計會 我覺得很浪漫 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的源頭啊 北捷 台北捷運 北捷都還沒有通過 交通部也沒有通過 那基隆市政府啊 就在編預算了 以前都是這樣 以前就在編這個設計規劃會喔 商前市長更絕喔 你知道 捷運啊 給我們分為海線跟山線 所謂的捷運延伸到基隆叫做海線 然後啊 基隆市啊 本身又編了一個輕軌捷運 光這一本啊 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 這一本啊 輕軌捷運啊 市內的基隆市的 這個輕軌捷運一千兩百萬 你看捷運給我們編那麼多 結果 源頭啊 都還沒有核准 那我們這裡就拼命再編預算 那我覺得就是說 市政府啊 這個幾百萬的 六百五十萬的 這個可行性評估啊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啊 還OK 如果真的是可行 你捷運延伸到基隆 不要纏像過期那個毛治國啊 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來跟我們講這句話說 你要做捷運 基隆要做捷運 自仇裁員 自負盈虧 自負盈虧 你要自己想辦法嘛 講這句就是說 中央政府不在乎 你嫁人妻 市政府自己想辦法嘛 你會賺錢嗎 會拿嗎 你自己啊 負責嘛 基隆市政府自己負責 那就是以前的我們的 前一任的行政院長 當時啊 在擔任啊 交通部長 來跟人說 你們基隆的捷運啊 二十年啊 也蓋不起來 還把我們捷運啊 把我們捷運啊 捷運啊 你知道嗎 當然啦 過去的 兩三任的 市政府啊 都很努力 你打招你做啊 但是 我個人覺得 無極而終 那我要了解說 那個李處長 過去啊 的這些啊 好幾千萬的規劃會啊 他們那些啊 的計畫書啊 規劃案啊 到底有沒有用 可行不可行 以前啊 基隆市政府 花了那麼多 好幾千萬的規劃會 給人家啊 那些啊 規劃案啊 那些書本 到底有沒有用 不要參與 親過親英 這本 一千二萬 一千兩百萬 那我們的捷運延伸到基隆啊 民生細止線啊 也花了好幾千萬 他們人家總共有五千多 五六千萬 指紋樓梯翔 不見人下來 好事多麼啦 這才有萬壇 這麼多年啊 十多年啊 十多年啊 我們沒有看到 一個名字啊 一個集合一個名字啊 我們現在還在這邊 討論 可行性評估啊 看基隆人人 有可能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像我們最近的這個可行性評估啊 分了兩次 104年的11月17號、27號 結標開標都沒有廠商來投標 包括105年的4月11號上網公告 4月26號結標開標 也沒有廠商來流標 導致都沒有其他沒有外面的廠商來投標 是不是可能是民進黨的政府比較懶惰 手衝比較不敢進來 亂不進來裡面做幾位 所以很多手衝 或者是我們的經費不大夠 這650萬不夠 可能還要多偏一些 但是交通部給我們的答案是 這個啊 你們的規劃 規劃案應該就是說一次性的 它一次規劃你要650萬不能再增加預算 交通部不給我們再增加其他的預算 否則你這個可行性評估 你永遠沒辦法飆出去啊 那我們的捷運啊 之前開啟那些錢幾千萬啊 山林的市長啊 那好像海裡的角色啊 怎麼 都等人去海底去啊 那些都沒有用啊 否則你這個可行性評估 如果飆不出去的話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所以本市在這裡說說 我想 當然捷運啊 延伸到基隆是 所有基隆人的一個夢 有夢最美啊 西洋香水啦 不要我前前我 真正跟阿輝說 你不要經常說這種的 騙幾隻漏水啦 騙街人人啊 騙選票的啦 要選舉的時候 就捷運延伸到基隆啦 不要這樣 不要造成這樣 那我想現在 那個 民進黨執政 賀陳旦做 這個高中部長 那地方也是民進黨 我想不要跟過去一樣 能夠在速度上啊 更加緊一些 更有效率一點 小英總統也講了 這些啊 所有的啊 主管啊 都沒有啊 蜜月期啊 馬上就定位 都要馬上辦事了 辦事了 那 我們之前 我想請教市長 建建工 前衍延伸到基隆市 民生繫子線在做規劃 現在可行性評估 也是講民生繫子線 那我曾經啊 也聽林市長說啊 可能啊 以南港啊 南港線直接撈到 我們百屋社區啊 這個應該是 距離是最短 而且啊 可行性啊 是最高的 那我想請教市長喔 是不是我們是堅持啊 這個南港線 還是啊 依照過去啊 幾任市長所規劃的 民生繫子線 據我所知啊 北捷也好 或者是交通部也好 到目前啊 都沒有給我們 基隆市政府一個啊 這個核准的公文 何准喊 說啊 交通部 同意啊 基隆市政府來規劃 啊 南港線 或者是民生繫子線 或者是 北捷 台北捷運局 他同意啊 基隆市政府來規劃 民生繫子線 或者是南港線 我想請教我們 市長跟我們 旅處長啊 等一下答覆一下 到底基隆市啊 是要怎麼來做規劃 來怎麼做規劃 然後後續的 這些動作 我們應該怎麼來加強 那以前啊 花的那麼多的錢 到底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對於我們現行啊 我們現在要推動 捷運延伸到基隆 這些的規劃案 到底 現在還有沒有使用 對我們目前啊 有沒有 有沒有用 那以上建議 好 我們謝謝四四名市議員 寶貴的意見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跟我們下族 還有一個地方 跟我們一言 也是兩個地方 那時候 我們要去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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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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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